大家好,我是老胡,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的墓地价格 大家注意,不是房子价格,是墓地价格 但是现在有些城市的墓地真的比北上广市的房价还贵了 在2016年清明节的时候,民政部有一个叫殡葬绿皮书发布了 这个绿皮书披露的数据真的很惊人 说北京地区的殡葬的消费平均达到一次4万元 市区达到8万元 那么很多北京人选择像河北三河、卓州等地的陵园买木安葬 因为北京已经买不下了 所以2017年新华社也报道 至少有14座省会城市 那个墓地的平均价格在2万元以上 面积约一平方米的墓地在上海均价低的是6万 高的可达30万 在天津最低1万,最高可达20万 在广州一平方米墓地大约是10万到12万 大家想想这价格不比房价便宜吧 入土为安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很大的观念 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稀缺 很多大城市这个公墓它成为稀缺资源了 所以这个私营的一些偏远的墓地价格开始飙升 超过房价 什么几万几十万一平米的墓地也并不爽见 我们知道政府就是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个殡葬那也是我们此生两件事情 是吧 也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需要 为了提供数量充足 质量可套 价格合理 绿色文明的殡葬服务 要满足人们 原来我们老讲说老有所养 病有所依 教有所学 现在还有个事有所安 就是事事都有个安葬的地方 所以在9月份呢 民政部发布了一个叫殡葬管理条例 这个条例当然还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但是我觉得这个条例有几点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第一个 他规定了安葬骨灰的这个独立物卫的占地面积 不得超过0.5平方米 合葬物卫的占地面积 不得超过0.8平方米 安葬遗体的物卫占地面积 不得超过4平方米 那个物碑的高度 不得超过地面0.8平方米 这是要干什么呢 防止你出台或者建设一些夸张的墓地 夸张的墓碑来收取额外的费用 所以如果这个物卫 超过了民政部这个条例规定 那第一先